好,我们要继续回来聊蛋糕如在江湖走跳的过程 对,因为你刚刚有讲到你其实都有在248农学市集摆摊 那那个248农学市集好像是那个以前那个很有名的那个白米炸弹科 洋入门他创立的是不是 对,那后来你你有在那个SoFresh 你有教就是教人家做糕点 对,这半年就是因缘计会下 然后通路就更广阔了 以前的话就是只是自己在做网路上的生意 然后我六日有时候会在我们家附近摆摊 对,就是菜市场 所以其实我早就已经成为一个菜市场那个叫 喊叫的一个小女生 来有来有 真的超会喊的 然后大概半年前三四月的时候开始跟248世纪有接触 那其实28世纪它是一个有来自全台湾在地小农 对,就是推广他们主要是 农产品 对,那他们农产品都是无毒有机或者是友善耕种的 也就是说不使用一些环境荷尔蒙啦 然后不抢,不用杀草,不用除草剂 对,不用化学 对,对,对 比较,不用化学 人道饲养的 对,对,对 然后不用化学农药这样的一个东西 那我是一个做糕点的嘛 所以我在,我很喜欢248这样的一个精神 所以我就现在就慢慢就参与 我礼拜六都会在那边 在248农学市集 礼拜天会在四四南村 然后我就尽量会用使用在地食材 像是用自己农友种的香蕉啦 或者是用也是农友种出来的 有机食用等级的玫瑰花 去加在我的蛋糕里面去做变化 听起来很棒耶 就是你把你很坚持的一些理念 放进了蛋糕里面 那你现在因为你自己创业了 那创业总是需要取一个名称嘛 对不对 那你现在的取了你的个人的代表 个人的品牌代表就叫做Hohos 对不对 那听说这个名字 因为我很好奇 为什么你会把它取名叫做Hohos 这样子的一个名字呢 取名过程还蛮无厘头 跟我这个个性有点像 怎么说呢 我就想说哇塞要取什么名字呢 然后那想说 我姓何嘛 那英文就是H-O嘛 然后我就Ho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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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就想到一些元素 他说我又很想睡觉 那就来个Z好了 就是爱睡觉那种那个标记 就很像英文字母的Z 后来想说 那不就合起来就变好好吃 所以Hohos 这样子 对 哪一国的方言的好好吃 对啊 对有点联想这样子 Hohos这样子 然后又觉得 其实这名字看起来也还蛮 蛮亲切的 而且很欢乐的感觉 因为你知道 我只要看到任何什么 Hohoh的这种东西 我都会想到什么吗 圣诞老公公 没错 对啊 因为他的确 就圣诞老公公的笑声 对不对 他是 他确实也是 所以 就是带给人家欢乐的那种 对啊 然后就是整个一些就觉得 那就取名叫Hohos好了 很可爱耶 对啊 而且我那个 后来那个印的那个名片 那个Hohos 还是真的用饼干去排出来的哦 哦 你的名片上面 就是这个H Hohos是不是 对 那个两个H 就是用Biscotti去排的 就那个O呢 对杏仁酥饼 杏仁酥饼 然后O呢 就是用雪球 哦 圆圆的一颗 然后会有一撇嘛 在Hohos会有一撇在Z 那一撇也是用饼干雪下去排的 对 然后就是完全是用饼干雪排 然后拍照下来 你很棒耶 自己弄就是可以有这么多参与的过程 就还蛮好玩 你爱怎么搞就怎么搞 我以后名字要用音符排起来 我要画很多个音符 才能写 写完我的名字 对啊 所以就这么天马行空的 想出个名字来 可是其实听起来 嗯 因为 你 你不止网路的通路 你还有真的自己在摆摊 我觉得摆摊真的是 听起来就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摆摊真的很辛苦 像以前哦 年轻不懂事 有时候去买那种 就是光那种市集啊 都会觉得那些摊犯 就觉得还好 就死要钱这样 哈哈哈哈 你现在自己尝到恶果这样吗 其实真的非 在外面做生意 这样跑来跑去 真的非常辛苦 像现在大太阳 昨天又创新高了嘛 就动辄三十几度 这几天都创下了新高 然后我们就这样 在三十几度的艳阳下 虽然有一个小小的烹子遮着 但是呢 其实基本上都是透光的 它只是让你没有 直接曝晒在太阳下 对 所以你就坐在那里 然后每个人 你就可以看到 每个人都快要冒火了 嗯 非常的热 然后 炎热下客人 有时候又不会出来 对 然后冬天的话 太冷 客人也不会出来 所以它其实白湾 雨天客人也不出来 对啊 雨天 但是我们还要在那边淋雨 像我们之前 我听起来好糟 听起来没有适合的天气出门 有啦 因为台湾不是太热 不然就太冷 不然就下雨 没下雨的时候就太热 对啊 所以其实白湾的生活 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然后上下卸货 所以我的货都还算少了 我都看其他农友 他们这样一卡车的这个东西 蔬菜啊 水果这样搬来搬去的 光一个一颗西瓜就多重的这样 是啊 所以他 我觉得啦 其实做生意 每个行业都有他很辛苦的地方 我不会特别说做这个有什么很了不起 什么了不起辛苦 我觉得比我们辛苦的人大有人在 那我只是 我只是觉得说 嗯 我不会把重点放在辛不辛苦这件事情 而是说 我 我要去做什么事情 我今天要去做糕点 我要传递什么讯息给客人 我要做什么健康的糕点给客人吃 我会把它专心放在这个部分 那辛苦只是 它伴随而来的一些情绪 嗯 那你只要懂得去排解就好 如果真的很累 那我就譬如休息一天 嗯 然后做肝囊 如果真的做很累 那就多休息一点 这样就好了 对啊 那你现在网路订单的状况如何 你跟摆摊比起来的话 现在就都还蛮平均 就是网路跟尸体摆摊的 就都还蛮平均的 嗯 就大概摆摊的生意的来源会多一点 大概六四笔吧 但我这样偷偷问一下 没有偷偷啦 公开问一下 因为像我刚刚这样听起来 我觉得你听起来 有点像在做亏本生意了 你看你用的东西这么好 然后你要这么 又要这么坚持 不用你东西的来源或什么 其实可以讲 你这个是个良心事业来着 我觉得应该跟 如果大家要以收入啊 赚钱来说的话 我觉得是应该是完全没有办法 画上等号 对不对 其实真的在财务上是 到现在还是非常的辛苦啦 嗯 那我就也只能尽量不去想了 因为这么想太多 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帮助 对 我就只能更专 让自己更专心去做一些 譬如说 我如果有空 我就去想一些课程 因为我现在有在教 在SoulFresh固定有教课嘛 教大小朋友都有教 然后 教课我觉得也是另外一个蛮有趣的地方 因为可以更 有更多的机会去面对客人 然后去跟他们更深层的解释说 这糕点好玩的地方在哪里 对 那我们怎么一起动手 做更健康的糕点 对 那我可不可以问一个 有点无厘头的一道题目 因为我很好奇 因为像 你们这么会做糕点的人 请问你们烹饪的技术好还是不好 你说做菜吗 这东西能画上等号吗 对 你说做菜吗 对 我觉得好像都会有一点相关性 真的吗 对 会不会有人 会不会有人很会做糕点 可是他做菜完全就是 其实不怎么好 还是其实你觉得应该是还蛮容易上手 如果会做糕点的人 应该会做糕点的人 基本上手都会比较巧一点 对 所以譬如说你在切菜啦 然后或者是对那个食物的味道的分辨 我觉得敏锐度应该都会高一点点 嗯哼 嗯 好像应该是会有正面相关的啦 可是会做菜的人不一定会做糕点 我发现我身边好像很多朋友都是这样 他可能做菜很厉害啊 可能是还没有机会 因为我觉得两个好像是完全不同的 我觉得是不同的领域了 尤其如果你是很会煮那种比较中式 你不是做西式的东西的人的话 对 你要他 你要他现在好像跨领域做到糕点 这一块有点困难耶 有啦 其实我们只是统称糕点 像我 我其实是专攻是西点 对 就我讲的就是 就是西点 像你如果叫我做一个什么那种什么 八宝那种 那种传统中式的那种 我也搞 我也搞不太出来 那比如说那什么凤梨书那种 你总OK了 或你说OK啦 对 因为它是比较常见的点心嘛 对 那你如果说是那种什么 龙虚糖啦 你说那种 那种真的是 那种非常中式 花生糖 对啊 或者是你想想看 你如果 你如果请一个龙虚糖师傅来打一颗蛋糕 他也不见得打得出来 也对齁 对 就摆在不同的地方 龙虚糖师傅可以 可以 可以去做面 面线 对 应该会拉得很起劲 对应该会拉得蛮漂亮的 应该是 对 那我们再问一下你 现在就是你的西点的部分 你跟我们稍微介绍一下一些内容好不好 好啊 你有做的一些比如蛋糕类的东西 现在有蛋糕有饼干 呃 宅配的话主要是饼干 因为比较不会有低温宅配的问题 嗯嗯 那饼干我现在买的 就是最受欢迎的是雪球 俄罗斯雪球 嗯 它是一种核桃跟奶油下去打的 嗯嗯 它的口感很特别是入口即化 嗯 这个大小朋友都超爱的 真的 像我朋友就说它是一种很邪恶的典型 哈哈哈哈 因为你很 就一口接着一口这样 就会对 非常的耍脆 嗯嗯 就会一包 像我后面我标签上面都会写说 呃 如果开封后请 请置 请放在那个 呃 密闭容器 对 然后我朋友跟我说 根本不用放啊 因为你打开这么一洗下就吃完 一开封就 马上就没了 他说有啊 我放密闭容器 我直接放进嘴巴 把它合起来 让它密闭啊 他们就说你何必加这一句呢 然后还有杏仁酥饼 这也是台湾比较少见的 就是你的爸爸妈妈爱吃的 对 这个算是我的招牌饼干 嗯 因为当初就是 我做这个饼干做很久了 因为这个是在美国跟一个朋友的妈妈学的配方 嗯 然后回台湾之后就开始做给家人朋友吃 那反应一直都很好 嗯 所以当初就是因为这个才出来创业的 嗯 呃杏仁酥饼 然后除了饼干之外 还有蛋糕 嗯 像蛋糕是比较可以结合在地食材的 嗯 像我最近会做很多这种小蛋糕 嗯 那我就做结合了屏东大花农场的有机玫瑰花瓣 嗯 然后也做了很多香蕉蛋糕 听起来就超美味的 而且我记得我以前在 我在奥地利的时候 那他们有时候会有传统试剂 也会出来摆 那也都是他们比如说自己做的蛋糕糕点 我就记得我超爱吃一种 红萝卜蛋糕 它是完全没有萝卜味的蛋糕 可是有我是呃台湾对红萝卜蛋糕接受度比较低 可是我那个时候因为我自己本身对红萝卜也没有特别喜爱 可是我吃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好吃哦 因为它其实就是给冷哥的味道 那红萝卜只是就是切 有点细丝在掺杂在里面 其实还有一款您的电影我很喜欢 它是那个Zucchini 台湾叫做结瓜 对对对 它也是用蔬菜跟蛋糕的结合 这个都很妙 它就是也是用大量的结瓜下去做的蛋糕 这有一次 这个我现在都是只送不卖 因为我一个人没有十只手 我就在做不出来 有一次我就做给 然后送给一个朋友吃 然后他就好爱 他做的在跟我要 我就说台湾没有结瓜 台湾其实有但是很贵啦 结瓜非常非常的贵 因为它不是我们在 那么在地的食材 没有这么普遍 然后也是会在欧日节庆 会做一些像客制化的生日蛋糕 所以其实你有 你有在做客制化这件事情 就我今天如果要请你 做一个什么小提琴的蛋糕 你是OK的就对了 我会画三条选音 没有是四条 四条 被退货 整个被退货 不会啊听起来我觉得 讲到蛋糕我就觉得 这是个邪恶的来宾 没有啊 我们桌前也是白人的蛋糕 对因为女孩子嘛 你知道对那种糕点啊 什么那种对 非常没有交价的能力 对啊其实慢慢做 你就会碰到很多客人 他们会真的很 appreciate 很感谢说 有人会愿意花时间 然后花精神去做这些 所谓零添加 然后全天然的 手工甜点 对哦 那有些客人一碰啊 他们就会很开心 他们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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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会跟我说 你不要算我便宜 他说 你多少就是多少 我要支持你 对他说 因为我不希望你导电 他就说 你一定要 你一定要照原价算 因为你一定要 一直做下去 然后我就会 真的超开心 就会很感 真好 对我们等一下 我觉得 节目到尾声了 那我们跟那个 呃 听众朋友讲一下 对我今天很有口福 因为我的 我的面前已经摆满一堆 超级 超级漂亮的蛋糕 对我等一下 就要来品尝一下 那一个呃 根本没有机会 被密封起来的 哈哈 俄罗斯雪球 对 那那个听众朋友呢 如果想要 知道什么叫做 入口即化的话 那你们就要到 那个很欢乐的 Horos 自己去寻找一下 对我们欢迎 呃 谢谢旭如今天 跟我们分享这么多 他出征创业的过程 我想是一条辛苦路啦 不过 我看你 OK的 你的阳光 你的个性呢 你这份精神 一定可以坚持 对啦 没在怕的啦 哈哈 那也祝你早日 可以那个 征服你的爸爸妈妈 哈哈 征服他们 每天得吃你的 那个杏仁饼干才行 这样 谢谢 好 谢谢你今天的分享 那也希望很快 可以 呃 到处都吃得到你 非常健康 而且又有 很好的理念的 西点 OK 好的 祝福你 那我们也期待 呃 很快可以在 呃 很多很多不同的世界里面 看到 旭如的产品 哦 一定会 手做的爱心的出现 好 OK 那呃 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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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